各位大家好,我是Dickson Dickson 把握著今天為大家講解的就是 2022 年的第十三條 MC 這條 MC 其實在過去的十年裡 這種提醒真的沒有怎麼問過 其實近年都著重科學探究 當中其實他在問什麼呢? 他在問一些跟拜安無關的事情 不過當中就用了這個情境和拜安有關 也是那句說話 實驗題、實驗目的、不同的受質對酵母 在缺氧呼吸和Arobic Respiration 中的呼吸速率效應 當中就用了不同的受質 例如葡糖、麥芽糖、蔗糖、果糖等 進行缺氧呼吸放一些酵母 10分鐘後看看二氧化碳的產生的平均量 那平均量是怎麼來的呢? 其實不只是做一支 做了不同的實驗 然後壓起平均值 首先第一件事也要幫大家溫解 就是平均量的意思 因為其實做實驗不只是做一次 但如果你想實驗的結果 趨向真實的數值的話 就真的建議你做多幾次 然後再加上血 除了次數 然後再到平均值 傾向接近真實的數值 這樣去理解整件事 第一件事先幫大家溫解 第二件事先問回你 一件事 究竟哪一幅圖 是最適合去表達的結果 這件事其實呢 近年的SPA 因為同學生沒有做 就算有做也好 其實都未必能夠掌握到 表達的形式 所以這裏都要和大家細緻說 當中發生什麼事 首先第一件事就是 A的圖片 這樣下跌到20.9% 但這個不是最理想的 原因就是因為 數據裡沒有相關性 和趨勢的存在 因為其實 不同的手質有四種 其實我們用點和點之間連起來 又或者C part 其實這一種的連法 其實是想看回相關性和趨勢的 但其實基本上不同的手質 所以其實A和C 就可以立刻打口差 但A和C的分別是什麼呢 A的就是點連點 C part 其實這一條的虛線 其實就是 穿過最多點滑出來的 你可以滑在這麼多點的中間線 或者穿過最多點的 但當中裡面 你記住的東西就是 那條線和那點的距離 其實就是error 就是誤差 因為其實我們傾向著做很多次實驗 然後下去看看平均值出來 這樣去拉條線出來的 所以其實在A和C裡面 其實數據裡沒有相關性和趨勢的存在 我們就不會用這種形式 接著就回到Boy和Dot Boy和Dot Dot的PyTrad 就是在圖表裡 它不能夠比較到 它會產生二氧化碳的平均量的值 OK 這樣下去只是告訴你 例如 34% 30% 19% 17% 其實 每一支產生的二氧化碳 其實下去 不是100% 可以分四個餅出來 所以當中我們都不會用Dot這個選擇 所以其實最理想的表達形式 我相信就是 68.7% 或者選擇的 因為其實每條鏡子 就是棒形圖 其實很清晰地表達各個數據 以及容易去比較 那個數值的比較 所以如果你問我 應該是這幾年的趨勢 都會傾開用這種形式 去問清楚 究竟那個Graph的存式 究竟是怎樣 所以大家同學 你要留意到 2020年有這種題目之後 2023 2024 2025 你一定要留意清楚 題目裏面的 對數值的要求和分析 OK 我想這件事 應該就是 DXC考試 接下來幾年的大熱的題目 希望今天 Dickson Balaji的分享 可以幫大家理解到 2020年第13題 拜拜